大家好,我是陳寗 今天呢,要來帶大家看這一套 有沒有覺得他有點熟 不是放在我家嗎? 之前我就會講說 這一套音響其實已經賣掉了 那個時候他有一些朋友傳訊息 跟我說他覺得很噁腕 因為來不及 所以那位朋友他的預算就暴增 不過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所以你想放在這裡 那剛好因為這不是我家 是別人家 所以都會遇到一些 你在調整音響上需要注意的事情 先去來講講這一件事情 那開始之前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打開鈴鐺 按讚加分享 那我們就開始了 這套音響呢 其實在我家也是一樣的配置 就是用這ARIS G1 接了這個TITLE的訊號之後 再轉到這THETA G3 那這樣子組合出來 然後最後聲音再給這 Accuphase C2420前級 再給P800 那P800這些其實都是有調音過的 不管是零件什麼 其實都有更換過的 那聲音整體的動態低頻都會好很多 之後我再拍影片來講 所以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回到這個 現在你可以看到 它的東西是這樣一台疊一台的 可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音響盡量不要一台疊一台 因為一台疊一台呢 它的振動會不斷的累積 這個後級的振動會傳到前級 那每一台的變壓器都會振動 這樣振動累積的情況下 整體的聲音的毛邊還有它的細節都會比較差一些 所以盡可能用音響架 那你說音響架好像在外面買不到這樣 其實是有的只是要不要花錢而已 所以如果說你需要一個音響架 我會建議兩個方法 第一個你在網路上直接找你喜歡的外信 第二個直接把這個尺寸全部量好之後 直接去訂做一個最快 那我會建議用實木 盡可能用實木 音響架用實木是最好聽的 因為它比較穩 如果說真的不行 那就預算優先嘛 那這個他現在為什麼會放這樣呢 這就是我說在別人家總是會遇到 意想不到的事情 意想不到就是他家沒音響架 所以到時候這個主人 他得再去做一組音響架把他放起來 不過那就是之後的事情 那就他們弄好再自己換就好 至於形狀要怎麼樣 外型要怎麼樣 那就是看主人自己決定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他的喇叭沒有辦法放剛好平面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喇叭是放在比較後面的 而那邊的喇叭 放在櫃子的前面 那這種事情是常有的 因為一開始在買音響的時候 他並不會去注意到說 家裡的裝潢 或者是說這個擺設櫃子是不是合適 所以有的時候到別人家裡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完蛋這喇叭這樣放 聲音怎麼聽就是怪怪的 這個音響一定怪怪的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先不要管他 音響你先買了 你買了那叫人家退回去嗎 就算店家願意 我相信你也不願意 都好不容易買回家 好不容易說服老婆買回家了 還叫他運回去了怎麼可以呢 所以當然就是留下來 那留下來之後 先放著空間設計 你不盡然說一定要把他放著平 對不對 我知道很多人會說音響一定就是要 有試聽是什麼 可是這個在我的音響哲學裡面是抵觸的 因為我認為音響絕對是要可以在你的生活中隨時都可以聽 我工作的時候要聽音樂 我吃飯的時候要聽音樂 我睡覺也要聽音樂 任何時候都要聽音樂 你把他弄在試聽室裡面 如果這禮拜就是很忙怎麼辦 我能去試聽室嗎 所以放在這個生活空間裡面絕對是必要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遇到像比如說 這邊放很後面那邊放很前面 可是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看喔 因為他這裡是角落 所以他的聲音其實是會比較限縮的 所以我們把他放在這裡的時候 就加上前面 這裡有一位達姆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的聲音其實是會被限縮在這個地方的 所以把他放前面一些些 反而可以解決這個聲音被縮起來 被壓縮在一個小空間的問題 而那邊呢 就可以看到其實他喇叭的外面是沒有東西擋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曲面 就是本來是放這樣平的 把他稍微往這樣子旋轉 變成說他的聲音是往那邊的 他的聲音的疊向 他的成像是往那個方向過去的 這樣子呢 就可以稍微解決他的喇叭 他沒有在同樣一個平面上的問題 可以說那可是這電視不是在這裡嗎 你要知道這個地方呢 對這個主人家來說 他是他的辦公室 所以他的喇叭的聲音 並不會說永遠都是坐在皇帝位聽 其實我對這個音響 我一直並不是很在乎皇帝位 因為呢 在家裡就是走來走去啊 你怎麼會一定坐在一個地方聽呢 所以我會更在乎的就是音響 在整個空間裡面聽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呢 通常來講 如果是在一個人的家裡的話 要達到我剛說的那個樣子 音響通常會是在一個角落 然後聲音往比較大的那個空間過去 這樣子他的音場才可以完全充斥在整個空間裡 如果你是開餐廳 或者是在辦公室 或者是客廳餐廳 就家裡的那個餐廳的話 或者是你開咖啡館 都一樣就是記得 你不要讓聲音限縮在一個所謂的皇帝位上 那樣只有一個人開心而已 你其他人聽都覺得殺鬼 聽得不好聽 可是呢 像我們這個音響剛剛有把它裝好之後 這主人家的人站在你的位置的人 都可能覺得說 哇好好聽喔 那當然又有一個可能是因為 這是他們家第一次買音響 可是呢 不管怎麼說 我認為音響是一個要大家一起聽的東西 所以 你把這個音響的平面 像我剛剛這樣講的 你在一個角落 或者是他因為家裡有一些家具的關係 把平面把它拉好 然後聲音稍微調整 內容這個喇叭的toe-in 稍微讓他的聲音可以有一個好的結像 並且讓他充斥在整個空間之中 那就會是最好的做法了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實呢 如果除非說你家正要開始裝潢 不然通常一定會遇到 像我今天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之後有機會的話 我會再到更多人家裡去 介紹他們家音響怎麼擺 以及怎麼樣放會更好 那當然一樣就是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按讚加分享 這樣子我有新影片的時候 你才能夠在第一時間看到 那我今天就說到這裡啦 我是陳寗 明天見 掰掰 飛看 如果從那裡 我會 我會不會再會 你會不會再會 我會不會再會